各位全国投资码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在 1月17号收盘后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 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那我们先看到台北股市 大盘指数的部分 在今天已经登上了 11000点的大关 那这时候大家都想说 哎呀这波多头 大概会涨个没完没了 开始又听到很多人说 那接下来就是要涨到 12000点了 那这时候我先提醒大家 指数创新高之后 你会发现到买股的难度 要买股票 要赚钱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又越来越风险 也要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还记得当指数上一波高点 10882高点出现 我说这里出现一个 异常大量的爆量流星出来之后 接下来大盘 回为了两年多之后 我这地方首度的 再度建立会员朋友 建立空单空军起飞 后来大盘指数就从10882高点 一波的下沙跌了500点下来 跌到10322低点 对不对 那直到12月28号 我说注意到 外资的股票期货选择权 同步开始翻多 而多方 多方攻击量1000亿也出现了 所以我说指数这时候 注意有机会再攻一波上去 那因此建立会员朋友 当时10882空下来的 这时候空军先返航 先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好那后来指数开始一路的涨 涨上来 那我说这里操作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 因为11月12号跟大家提醒过 现在多头的一个行情 处在哪一个位置 最危险的第五波的一个行情 那什么叫第五波呢 其实你看到这两天报纸 这是今天的新闻 也在跟你讲 这行情现在是在 这个邪恶第五波 低价股在群魔乱舞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不就我上个礼拜 跟大家所做过的预告吗 县荣老师总是先讲在前面 那什么叫做第五波 简单的说 学过技术分析的都知道 一个完整的多头行情 通常会有分成五个波段 第一波我们称为出声段 拉回第二波做一个修正 第三波再涨上去 会是最好赚的 我们称为主声段 拉回来第四波整理之后 最后来一个第五波 我们又称为末声段 末声段结束之后 就是多头市场结束 准备空头要来临 开始要反转了 那所以说这个行情 我们其实在之前 就已经再三的提醒 已经到了第五波的一个位置 那怎么算出来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那所谓的波浪分析 都是事后诸葛 后面这个才来看图说故事 那或许啦 有很多人真的是事后来诸葛 看图说故事 不过我相信 看宪荣老师 比较久的一个这个投资朋友 都知道宪荣老师 不是事后诸葛 都是事先就已经帮大家 做好规划 真的吗 好我们就来看证据 证据在哪里呢 看一下 这是在2016年1月份的时候 1月28号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哪里 在7900多点 那时候我们看到 美国股市是怎样 来这是2006年1月28号 那时候道琼是尾盘击杀 跌了200多点 可是我说 这时候注意到 国际股市的利空 已经慢慢的顿化了 所以那天指数 虽然这个继续拉回来 这地方收盘 收在7900多点 可是我说这时候大盘指数 注意到已经准备进入到什么 出声段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 这从技术分析可以看得出来 消息面利空不断 国际股市偶尔就急杀 景气灯号 连7个大安灯等等的利空 技术分析告诉我 这地方大盘开始要进入到出声段了 有去我们所说的第一波行情嘛 对不对 那结果呢 来各位投资 看一下 这是当时消息面利空不断 我说十年线附近拼大的出声段要来了 后来大盘是不是就一波 开始往上涨 涨到哪里 涨到8840 那后来拉回来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520过后 我再度的提醒投资朋友 这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 这是一年多前 2016年的6月份 指数在哪里 8536点 那天台股重挫跌了多少 179点 为什么跌 来各位投资朋友再看 因为那时候端午节长假刚结束 美国股市在我们放假的时候是连跌两天 台北股市因此补跌下来 收盘重挫179点 可是我说这时候反而要趁着大盘拉回 好股票赶快站在买方 为什么 因为趋势并没有扭转 这个地方重点是长线波浪结构来看 现在已经处在哪里 第三波的主升段 而目标会涨到哪里 当时都算给所有我们的会员朋友看 这都是写给会员朋友 白纸黑字写的 有机会上看多少 9961到10425 看法都没有改变 所以建议大家 那天指数重挫179点 那天指数在哪里 8500点 好我说大盘主升段 这会继续攻 攻到哪里 10425 那时候没有人要相信 怎么可能8500点 要涨到1万点 2000点怎么可能涨上去 美国股市在跌 对不对 怎么疼我们可能会涨 结果事后证明谁是对的 真的就从那时候8500点 一路涨 涨到后来涨到10882 对不对 那这时候第三波主升段 达到目标之后 上一次我们空军起飞 指数跌了500点下来 做一个第四波拉回修正 那这时候再拉高上去 我说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波 那第五波我说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 再跟大家复习一次 因为它的有三大特色 第一个投机股当道 轮动速度很快 随时将要反转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就举一下好了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报纸写的说 昨天哪些股票拉到涨停 都是一些所谓的低价股 那里面很多去年前三季都还在亏钱 耗星亏个0.1 雷虎亏个0.5 对不对 浮华亏个0.08 都还在亏钱 可是股价不管就拉到涨停板 唯一有赚钱的是达方赚比较多 前三季赚了1.46 年初以来法人也都在买 可是昨天这些股票 哇低价股涨停板 你以为这些就是让你去抢的吗 来投机股当道 类股轮动速度更快 你有没有发现到当报纸点名 昨天这些股票低价股涨停 那业绩最好的达方 外资今年买最多的达方 今天反而跌最重 对不对 杀了2.65% 2.6下来 跌了超过8% 对不对 其他还有 浩星今天开个高就翻黑了 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这个雷虎 今天股价也是直接就开低下来了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昨天强拉涨停 今天开高走低 甚至直接就开低 所以人动的速度很快 你要赚钱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我之前再三提醒大家 这时候你要做多不是不行 就只能挤短线 有赚就要赶快跑 我再举个例子 那你说做短线 不知道怎么去选股的 我都提醒大家 县荣老师每天都会在我的 LINE AT生活圈 或是他们Facebook粉丝专页里头 分享一个县荣老师手写的 每天早上这个关盘重点 那里面除了去提到一些看盘的重点 消息面我会做个记录之外 也会提醒大家有哪些所谓 强势指标股 就是指的飞龙在天的股票 转强可以观察的股票 以及大户在出货 哪些要特别提防的股票 那没有强势指标股 没有飞龙在天的股票 这是1月15号前天写的 1月15号我特别提醒 没有什么强势指标股 可是有三档转强观察股 日月光 金电跟耗鼎 那耗鼎那一天 各位投资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了 其实 县荣老师那一天早上 9点半在选股的时候 你会看到股价其实 那一天早上9点半还有多少 还有大概在179块左右的低点 对不对 后来股价拉到涨停板 185块半上去 那拉到涨停之后 昨天你就看到报纸很多利多出来了 再跟你讲 例如说我们的前行政院长林权 现在也要这个地方跑去 生计公司当总经这个当董事长 所以生计股大家又开始看好 那利多见报的时候 那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股价已经来到多少 196块半 9点半的时候是176 这时候涨到196块半了 这也有20块左右的价差 隔天而已 对不对 那当然有赚要快跑 不跑的话 今天怎么突然就杀到跌停下来了 所以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再三提醒 这个第五波真的很危险 对不对 你做多就只能这样挤短线 也就是我说的 其实已经没有肉可以吃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捞汤来喝 等到哪一天汤捞完了 行情就要正式的反转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当然你说该怎么去操作 就只能提醒大家 你真的要买股票难度很高 就极短线 那不会选股 县荣老师每天的关盘重点 赶快来看一看 都会对你有所帮助 可是对波段上来讲的话 这边其实要赚到大钱 该是空军起飞的时刻了 再三叮咛大家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 要再三的提醒 该是要居高思维的时刻呢 其实你会发现到 这就是县荣老师 跟其他投顾老师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我是为了自己要做生意 我也可以跟其他投顾老师 跟你一样跟你讲 反正现在大家都看到行情很涨 涨得很强 都想要买股票 就告诉你不要怕 赶快进来买股票 买了就会赚涨停板 买了马上就会亮灯 哇多好赚啊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就是标准的死多头投顾老师 反正每天跌都喊拉回找买点 总有一天猜到最低点 重点每天都在买新股票 上电视来吹嘘今天买的涨多少 而不管会员手上 套牢一个箩筐的时候 这种投顾老师 真的能帮你赚钱吗 或者说最严重的 这种死多头的投顾老师 天天告诉你拉回找买点 哪一次多头开始反转 那一次空头就好 一次空头就好 就会害所有他手上的会员朋友 全部就此阵亡 这样可以吗 好当然很多人都说管他的 自己有赚钱 很多投顾老师都这样 自己有赚钱就好 到时候赔钱了 会员朋友自己倒霉 可是现龙老师 一直跟我极品操盘团队 所有研究同仁说 我们在这里成立这个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在这个市场上 成为一个所谓的标杆 真正的来帮助会员朋友 怎么去帮助呢 所以我的操作你会很清楚看到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而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为达到这样的使命跟责任 你可以看到现龙老师 过去两年来 我们是全力做多 7000多 8000多 9000多 这样一路上看到 我们的第三波主声段 涨到10882才开始放空 现在第五波行情 我们空军也开始起飞了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该做多时全力做多 但行情不对 空军也要起飞 会做多也要会做空 到时候股市一个大多空循环下来 当死空头先被嘎到阵亡 后来再反手杀多 多头又阵亡的时候 只有我们的会员 会是最后的赢家 对不对 而这个时刻我只能提醒大家 那大盘指数已经处在 最危险的第五波了 那很多人说 那我等第五波结束了 再来开始空 大盘跌下来了 再来开始空啊 那我要提醒大家 大盘指数这波走第五波 能够继续创新高 你都知道其实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金融股在做一个拉升 对不对 可是那电子股呢 大家最关心的电子指数 其实早就已经在做头了 早就已经处在 左肩头部右肩的位置了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会提醒大家 那你会发现原来电子股 好多股票其实高点 不是在现在出现 而是在10882的时候就出现了 是不是这样呢 来看一下包括了金电 对不对 11月27号我们开始空军起飞 第一个空的就是金电 那时候消息面利多频传 说LED走出谷底 Mine LED前景有多好 我说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空军起飞给它空下去 那现在大盘指数 来各位投资吧 你看到哇在创新高 1万1了 可是再来看金电呢 金电的股价高点在哪里 金电的股价高点 不就在那个10882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地方10882的时候 10882的时候 金电股价在这里 是不是就已经见到高点 好那不止金电 再来看到 包括华邦店11月29号 消息说记忆体在涨价 MSCI把它列入成分股 那我说的是什么 大户已经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建议会员朋友 空军起飞嘛 那你看到现在 大盘指数在创新高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它的高点在哪里 也是在10882的时候 原来就已经出现了啊 所以你会了解 那为什么我说这地方 空军要提前起飞 因为很多股票 早就已经开始见到高点 开始一个一个要下来 现在指数再涨上去 变成群魔乱舞 很多投机股在当道的时候 你还要去追那些投机股吗 还是要开始这地方 趁着电子指数 反弹上来 再做一个右肩的时候 开始来布局 新一波的一个空单 这就是我说 接下来操作的重点 针对利多频传 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电子股 一档一档的 又要开始来放空它 包括上个礼拜 华星科 消息面 持续在喊涨价 被动元件 营收所有多漂亮 我说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108块附近 融券放空空军起飞 11月10号 都还有108块可以空 收盘杀到102块半 11月12号指数 你看起来还在涨 股价已经开始跌了 对不对 11月15号指数看起来还在涨 又重挫了8块多下来 11月16号又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不就已经 顺利的空军起飞之后 获利回补赚起来 所以你看到原来好多电子股 早就在这个时刻 开始反转下来 所以我要再三提醒大家 在这个指数创新高 大家都急着想要再捞一点汤 来喝的时候 巴菲特说 别人恐惧时要懂得贪婪 7000多8000多 大家最害怕的时刻 我们一路全力做多上来 而当别人贪婪时 反而要懂得恐惧 现在大家在拼命的抢 最后第五波的陌生段 好股票好多股票 早就已经开始要这地方反转下来 这时候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信号出现的电子股 我们空军正在一档一档起飞之中 如果投资胖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现隆老师提醒你 中期会党即将来临 我们关心你的股票投资 特别要帮大家规划一个 空把空空作战计划之 0800优惠专案 汇费的部分给大家最大的诚意 过年快到了 过年前还通通算我的 详细内容想要深入了解 休息时间就欢迎 有咨询电话跟我们联络 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大盘处在最危险的第五波 多头尾声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的看得到 已经没什么肉可以吃 都只剩下汤可以喝 等汤哪一天被捞完 行情就要反转了 怎么说呢 什么叫做已经没有肉可以吃 剩下汤可以捞 就举一档股票做例子 像美琪嘛 对不对 那时候四十几块 没有人在租 因为股价没有涨过 对不对 都还在整理 可是我说 业绩正在启动成长动能 重点是 我说大户已经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所以我当时在四十几块 带着会员朋友 持续的买进 加码 对不对 后来股价足足涨到154块半 我们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 建隆老师也说 做股票 不要想说要卖最高点 因为想卖最高点的 大概四十几 五十几就卖了 对不对 六十几就卖了 七十几就卖了 都想说有高点要赶快出 怎么可能赚得到154块半呢 那我是等到整个这个形态 头部出来 抗龙有悔讯号出现 我说全数出清 获利如带 租租赚了多少 1.5倍啊 这叫说什么 这叫做有肉可以吃嘛 那现在很多头顾老师 还在喊美琪嘛 这一段没有赚到 然后就开始这地方杀进杀出 跌下来 就一路的喊买进 拉回找买点 涨上来就告诉你他大赚了 那前面买的套牢不讲 后面才说大赚 这个我们就不说啦 重点是你在这里杀精杀出 你真的还有这样的肉可以吃吗 你难道要期待 每起码能够涨到300块上去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坛式 就是明显的最甜美的一段 被我们赚完了 很多人都只剩下在捞汤喝了 那这时候我只提醒大家 等汤也捞完 那大概就是行情要正式反转的时刻 那所以呢 所以这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 哪些股票已经有这个地方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就是该空军起飞的时刻 做多我说要买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股票 像当时的美琪嘛 这样可以赚到大波段 放空呢 放空就特别注意 哪些股票利多频传的时候 技术面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就给它空军起飞 空下去 像经典上一趟 是不是跟大家讲 利多频传 LED走出谷底 miniLED前景看翘 我说利多出笼之后 爆量 收一个这个高档爆巨量 然后收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还要收黑K 三天未过高 这就是大户出货 转弱迹象嘛 所以呢 所以那时候股价61块半附近 龙卷放空 给它空下去 那后来股价跌下来 10张赚个7万块 不就获利回补吗 那最近又谈上来了 我只提醒大家 这时候这个地方 看起来短线还在转强 我们还在四级 什么时候可以空 等县隆老师的通知 不要自己去乱空 那华邦店上次也是 记忆体说在涨价 然后MSCI 还把它列入成分股的时候 我说K线带量空头吞噬 大户已经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那时候空军起飞 28块给它龙卷放空 对不对 28块空下去 赚个20张 这个空个20张的 也赚了5万多之后 获利回补了 那上个礼拜华兴科 也是在利多频传 说什么被动元件 在持续涨价 上季营收很亮丽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讲 小心大户已经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 108块附近也是龙卷放空 空军起飞 对不对 空完之后 1月11号 杀了5块半下去 1月12号指数看似还在涨 继续的跌 1月15号礼拜一 又中错了8块3 指数在创新高了 却股价频频下沙 对不对 1月16号又是开高走低 跌下来 然后我们就顺利的 空个10张的 又赚了十几万 弹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你看到指数 你以为还在创新高 还是个多头的时候 好多股票 原来大户在出货 原来转弱讯号出来 早就已经开始跌下来了 所以呢 所以你不能等指数跌了 才去追杀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该空就要空 好 那所以这个时刻 接下来我们又发现到 两档股票 一档IC设计股 这两天利多在频传 说什么驱动IC要涨价啦 可是实际看 业绩其实都还在衰退提醒 重点是利多出来 指数创新高 融资在大增的时候 那为什么股价过不了前高 那这时候K线 也是一个带量流星 业星出现 这都有反转讯号出现了 还包括像这样 记忆体的股票 这两天公布去年大赚 EPS赚了十几块 DeROM现在都说 这个还会继续涨价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指数在创新高 融资在大增 散户在大买 股价反弹了半天过不了前高 K线又是一个带量空头吞噬出现 这个时刻都提醒大家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该怎么做 不要等到股价杀下去了 才去追杀 赚钱的机会 永远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所以想把我这波中期回档 即将来临之下 赚钱的机会的投资朋友 提醒大家 现荣老师关心您的股票投资 为了帮助大家避开中期回档的风险 也更能够去扩大利润 特别帮大家规划这次 空把空空作战计划之 0800专案 优惠价我最近最大成立 过年前通通算我的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 待会广告时间有我们咨询电话 指名加入 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孤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